实施信仰是大陆关地区重要的精神力量 每年实施工生日时 当地居民都会举行祭拜仪式 但由于实施工所在的实施工园已经老旧 因此县府客务处向客委会申请了390万元的经费加以整修 其实在提报上去之后客委会然后去核定了390万 让我们把那个一个祭祀公园 那边还可以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入口的展示 或是停车场还有实施工园 然后做一并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理 不过实施工园的所在地是属于私人产权 地主为了弘扬实施信仰 同意无偿提供土地 由客务处进行祭祀场域改善 同时乐见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这里认识大陆关文化 我就跟这个工部门说 你们要怎么规划 你们去做 反正做好游客能更多来 来的时候有更多的地方可以游玩就最好 当时我的理念是这样的 客务处表示实施工园整修工程 预定明年年底完工 届时将与临近的中理和故居 及顺天宫四孤强板祭典广场 做整体性的串联 希望结合文学信仰与产业特色 促进大陆关地区的整体发展 评论新闻张荣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